那同志们你想了 如果咱们提到Socket Socket永远存在客户端 是不是跟服务端 是不是 有客户端跟服务端 所以接下来咱们讨论的是Socket 不是WebSocket WebSocket是不是就是一条协议 就是一条协议 所以这里有个客户端 这里有个服务端 来同志们 如果咱们要写个客户端跟服务端 首先咱们得确定客户端是谁 服务端是谁 你说客户端是谁 摆个蛋 就是你的浏览器 对不对各位 是不是 就是你的浏览器 服务端 这服务端是不是就咱们自己写的东西了 要么 就是这个服务端有几种 一种是咱们自己手写了个Socket 是不是可以运行起来 另外一种是什么 现在有很多Web框架 它就给你写好了 你是不是用它这个框架 直接一写上 是不是就可以了 也就是一种是我们自己写的 一种是什么 用的别人现成的 而它的本质上是不是还是Socket 所以在这咱们服务端 我们自己写Socket服务端 然后我们遵循它这个协议 让它一步一步做 来同志们 接下来你们说 咱们第一步应该干嘛 这如果有了客户端服务端 咱们分析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事 没错 服务端是不是得先运行起来 它得监听 是不是等待着客户端来连接 是不是各位 所以接下来第一步 这是什么 我们的服务端 开启Socket 然后是不是监听某个IP和端口 是吧各位 监听某个IP和端口 它运行起来之后 你说第二步该干嘛了 已经运行起来了 同志们 我就跟服务端似的 我运行起来 现在是不是等着人来找我来了 是不是等待着客户端来连 是不是各位 等待着客户端来连 我在写之前先问大家 客户端 咱们说是浏览器 它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个Socket 它要想连我 也就是想给我发数据吧 它是不是得先去给我connect 是不是先连接 连接之后 是不是才发数据 是这样吧 连接之后发数据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看 第二步在这应该是什么了 客户端 连接 什么的 服务端 那连接服务端的时候 是不是要说 服务端监听的那个IP和端口 是不是得指定一下 好 那连接它 那同志们 你要注意了 这个客户端去连接 是浏览器做的 我们做了没有 没有吧 我们不做 是不是浏览器帮咱们做的 也就是浏览器里边 它集成了这个功能 它就帮咱们创建连接 创建连接同志们 这是连接 这相当于connect connect连接成功之后 是不是他们之间可以收发数据了 对不对 各位 先连接 连接成功之后 就可以收发数据 所以我写的再详细一点 客户端是不是发起连接请求 是不是连接 各位 发起连接请求 接下来服务端应该怎么着了 接收 服务端说 OK 我允许你连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各位 允许你连接 就连接成功了 好 那好 我这是允许连接 那允许连接 客户端已经连接成功了 服务端说你连接成功 接下来他们之间连接 是不是已经建立了 各位 接下来它是不是可以收发数据了 是不是 收发数据 但是我告诉你 它没这么简单 如果它现在就开始收发数据 你想想各位 这个玩意儿是不是跟socket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套协议出来的 就是鸡肋了 它这协议里边 是不是根本没规定什么东西 好 那接下来各位 咱们说的 这就是最开始 接下来该协议登场了 就是这个协议 它该做点事了 这个协议规定什么呢 规定 同志们 接下来应该是第四步 第四步是扣股端做的 因为已经创建连接了 同志们 这个websocket 得先做什么 得先做认证 认证成功之后 才能发数据 这个认证 我说的有点这个什么 它也可以称为叫握手 握不了三次 就是那是再往下 咱们这握不了三次 就在这各位 就表示是什么呢 我给你这样说 这个名词叫握手 其实本质上就是客户端 给你发一点数据过来 是不是服务端一验证就行了 是不是各位 服务端一验证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在这给你加上新号 现在这是咱们说的 要握手的阶段了 那客户端会干嘛呢 各位 客户端已经连上了 它会发一段特殊的东西过去 向服务端发送一段特殊的值 特殊的值 各位 这个特殊的值里边 有一个是什么呢 有一个服务 就是客户端自己生成的 你可以理解是一个随机字符串 行不行 可以吧 是客户端自己生成的 能变吗 客户端生成一个随机的字符串 然后向给服务端发过去 那服务端发过来之后 同志们服务端是不是就拿到这个特殊的值了 对不对 各位 服务端拿到这个特殊值 然后接下来咱们说4 这才5了吧 这是5 服务端 接收到什么呢 这个特殊的值 那你想想各位 它如果只接收到特殊的值 那这玩意证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我给你发 你直接拿到 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同志们 他拿到之后 他还会做这么一件事 听我说 客户端是不是生成了 是不是给我一件东西 对不对 在服务端 拿到这个值之后 会对这个特殊的值 进行一个操作 就是对这个特殊的值 进行一个加密 是一个什么呢 叫hash1加密 然后加密的时候 会用到一个叫magic string 也就是同志们 你在这认为 他拿到客户端这个特殊的值 再根据magic string magic string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自图串 magic string是叫什么样的呢 各位 这就是magic string 就是叫这个值 固定的 不改 任何时候都是这个值 能见了 这就是 就跟什么3.1415926似的 是一模一样的 定死了这个值 那拿到magic string 然后再加上特殊的值 经过一下什么呀 hash1加密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加密之后 同志们 他会怎么着呢 他会 第六步 他会将加密后的值 发送给什么呢 客户端 同志们 客户端是不是得接收到 这个加密的值 客户端是不是接收到加密的值 客户端接收到加密的值 那在这儿 各位啊 如果 你的服务端 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加密的 客户端拿到你 就一次加密后的值的话 他直接验证说 是成功的 能理解我意思吧 相当于是这样 各位 客户端是不是生成了随机自负串啊 他的内部能不能通过他 给他进行一次加密 可以吗 也就是在这儿 你可以这样想啊 客户端是不是生成了随机自负串 然后他自己能不能对他进行一次加密 他自己加密 好 那先这样 但是他自己加密先保留着 先不用 只把特殊的值 是不是发给咱们的服务端 服务端拿到之后 服务端加密 是不是再发给客户端 客户端把服务端返回过来 加密的值 跟他自己加密的值 是不是做个对比 如果一样的话 表示你是遵循了 外部收费的规则的 服务端 能理解吧 相当于咱们客户端生成随机自负串 自己加密 然后把随机自负串给你 你加密之后给我 如果这俩一样 说明咱俩规则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各位 如果规则一样 我就认为你的远程就是一个正经的 外部收费 如果 如果 同志们你想想 如果你服务端返回过来的值跟我的值不一样 那同志们说明咱俩协议不一样 对不对 协议不一样 协议不一样 咱俩是不是就不能通信了 不能正常玩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怎么着呢 就是保证咱们的协议一样 如果同志们经过了这七个步骤的话 是不是表示咱们客户端服务端是不是已经建立成功了 连接 然后同志们他们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什么了 收发数据 然后接下来第几步骤了 同志们创建这个连接之后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叫收发数据 那在收发数据的时候 客户端跟服务端都能收发 他们没有先后数据 能理想吗 这样创建之后 客户端能主动向服务端发 服务端是不是也能主动向客户端发 是不是 他们两个同时在收 是不是也同时在发都可以的 对不对 你发给我收 你发我收 所以在这进行是要收发数据 各位 在收发数据的时候 这个东西又有点什么呢 又有点小东西需要知道 但是在这咱们先不说 咱们先把什么呢 各位 咱们先把这个过程给它实现了 好不好 可以吧 先把这个过程实现了 然后再来进行收发数据 因为收发数据的规则要比这个规则要更复杂 对 OK 那接下来咱们知道了整个握手的整个的流程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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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